AEP這個指令 現在LTE版本已經支援了喔 它要開啟我們的載入及應用程式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可以選擇你要的程式 直接做載入就可以做使用了 標示線點它對不對 然後選擇線 這是線的物件 聚合線選不到 它只會選到線 選到線之後呢 Enter 就會直接做標註 再一次 那聚合線呢 選它做標註 各位好我是蘋果爸 今天這一回 標註固定文字敲碗教學 好 那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之前在論壇分享的 標註編輯一些機密教學 好 先理解一下呢 當我完成第一個標註物件的時候 我們如何對它做編輯呢 我們可以選它之後呢 按右鍵開啟性質選項版 這裡呢 就可以做編輯 那我們在關於文字的地方呢 會有測量值跟文字字換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做一個輸入動作 輸入10好了 Enter 那這邊呢 標註就會變成你做文字字換 不管你 對它做任何的編輯呢 它文字是固定的 不會做更動 那你要怎麼做還原呢 你可以選擇它之後呢 在我們這邊 有個文字字換的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取消 或者你輸入 腳跨幅也是可以 左腳跨幅跟右腳跨幅呢 表示它是預設值的意思 所以這時候標註呢 又回復原來的測量值 你在做拉伸的時候呢 它會同步做更新 好 這第一個 是使用我們的標註編輯呢 使用選項版的方式 第二個機密呢 你一樣可以對標註 按兩下做編輯 然後呢 這邊呢 它會先有個底色對不對 你點選它之後呢 這邊做編輯 輸入10 等同於我們剛剛做的動作喔 我們剛剛是不是做了 我們的文字字換對不對 這時候呢 標註尺寸你這邊做拉伸 它一樣不會做編輯跟變動 那怎麼做還原呢 一樣呢 把它還原成預設的測量值 按兩下編輯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可以輸入 左腳跨弧跟右腳跨弧 我就恢復了 這是使用我們的按兩下編輯 你可以在前面或後面呢 去加上你想要加的代碼 可能是單位等等 這樣的方式 好 第三個呢 是我們的標註編輯 我先完成一些標註尺寸 它可以呢 快速呢 在我們的標註呢 做還原 或是做 加一些字尾 或是 手的動作 你可以使用這個指令喔 DIMEDIT ENTER 根據預設呢 你可以選擇 心值 那它這邊就會有個 0 表示說是標註的 預設值 如果你把它 選它做更改 這邊輸入AA好了 OK 再來選所有的標註呢 就會全部被 支換為AA 可以嗎 那怎麼做還原 DIMEDIT 對不對 好 選擇心值 然後預設呢 是不是個0 有個底色對不對 這時候你不要做任何的輸入喔 這邊做點選 點選之後呢 再選擇你的標註 就可以做還原 所以同理 我們如果說要在後面呢 加上 CM 怎麼做 DIMEDIT 然後選擇 N 然後我們在這0的後面呢 把優標移到後面來 加上 CM 這邊是0 是預設值的意思 就是左腳跨壺 跟右腳跨壺的意思 這邊點選 再來選擇我們的標註呢 就可以直接 快速去加字尾 好 如果我希望在標註的時候呢 就會自動幫我加字尾 可以怎麼做 好 那這邊是既有的尺寸 好 我們使用標註形式管理員 速度D 按下Enter鍵 它會開啟標註形式管理員 對不對 目前的標註形式 選擇修改 我們可以切換到我們的主要單位 這裡呢 會有個字尾 字尾這邊直接 輸入你要的字串 對不對 按下確定 圖面中 同步會更新喔 可以嗎 我只要做標註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幫我加字尾 可以嗎 就是說你可以 隨時 隨地透過 標註形式管理員 幫我們去編輯這個字尾 那怎麼做取消呢 一樣 速度D Enter 選擇修改 然後在我們的 主要單位的這個地方 字尾呢把它做取消 按下確定呢 它就會同步更新 好如果我們想要更改我們的標註尺寸大小 一樣喔可以使用D 按下Enter鍵 然後找到你的標註形式 選擇修改 好那我們切換到文字這個頁籤 這邊呢 預設至高就是2.5 那它其實是會乘上什麼係數呢 這邊有個填入 目前是1對不對 OK 如果這邊輸入2呢 2乘以2.5 字高就會變成乘5 那你這邊使用整體比例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物件尺寸值呢都會變大 例如說箭頭大小一些間距等等 都會同步做更新 確定 關閉 我們就知道 箭頭跟文字跟這些間距呢 都會同步做更新 所以看你的需要 是要整體做控管呢 還是單一控制我們的字高 好那單一控制字高呢 再一次喔 D Enter 選擇修改 這裡呢先把它還原成1 好那這邊的整體比例呢 可以依照實務需求去做調整 好那文字呢 例如說文字字高 我想要把它變成小一點 好速度2 按下確定 關閉 就會同步做更新 所以要快速更改 所有的標注字高呢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好在我們認識以上的標注編輯的機密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做標注固定文字的敲碗教學 先理解一下 我們透過呢 聚集的語法 不用寫程式呢 你只需要在工具選項碼建立你的icon 將我們的聚集語法呢 把它貼入到我們的指令字段 就可以做使用 關於工具選項碼的教學呢 在論壇有分享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做提問 我很樂意為你做討論 好先取消 那我們使用我們的工具 這邊選擇固定文字 我目前的固定文字呢 是設定為100 所以 點選的時候呢 它的標注呢 都會是100 可以嗎 那怎麼做還原還記不記得 還原就是透過我們的DIM EDIT 標注編輯呢 可以一次做還原 好 所以這是固定文字 當你要更改固定文字呢 你可以自己 右鍵性質呢 去進去我們的指令字串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做更改 好 那下一次呢 就會變200 所以可以更改你要的字串 這邊連續做標注 OK 沒問題 這是固定字串 那如果說 你的字串呢 有時候會常常有一些特別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再進一個層次 再提高一階 使用我們的 USERS1這個變數呢 去做控制 我這邊輸入 USERS1 對不對 Enter 我需要的字串呢 例如說是AA好了 Enter 我先將我的字串先設定好 再來我們就可以使用這一組 好 我們的標注語法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好 它這邊會去自動去抓取 我們剛剛輸入的 USERS1這個字串 好 直接做操作喔 點選之後呢 這邊做標注 AA 可以嗎 所以 固定的文字呢 如果說你有常態性的固定文字 你可以直接做一個icon 那如果說你要任意做變化的時候 像這個是我要變成BB USERS1 Enter 再輸入BB 好 那下一次我在做標注的時候呢 就會變BB 那你要想要做還原怎麼做 你只要把我們的值呢 歸零 怎麼歸零呢 USERS1 Enter 這裡呢 你可以打上個點 表示沒有設定 就無的意思 那如果你設定為無的話呢 在做標注的時候呢 它就會恢復正常的尺寸值 你這樣拉大或拉小會同步做更新 那這邊既有的怎麼做還原呢 各位可以試一下標注編輯來做還原 好接下來我們展示呢 如果去創建這個工具指令icon 你可以使用CUI這個指令 它會開啟一個自訂使用者的介面 對不對 那我想要創建兩個指令好了 那我們先選擇一個 然後名稱呢 是 U SER S S1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 就跟他說 我要輸入這個系統變數 然後 後面空格呢 表示Enter的意思 好 然後這邊選擇套用 我是創建一個指令對不對 然後呢 按住左鍵 不放 拖一過來喔 放開滑鼠左鍵 放在這個地方好了 放開滑鼠左鍵 它就創建一個 U SER S1 按確定套用對不對 好這時候呢 我只要 點選它 它就可以做輸入 這邊 點選之後呢 輸入我的值 CC Enter 好設定完畢呢 就可以使用這一組 標注User S1 CC 對不對 這邊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省去 用key in的動作 看你的習慣 你也可以去制定別名這個方式 好再來 那我們要如何創建這個工具按鈕 一樣啊 CUI Enter 好 那這邊 選擇我這邊 去找既有的人 我想要套用它的圖示而已 內容我會自己更改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個標注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這邊標注呢 你找一個你覺得OK的 那我 我使用的是這個 按住左鍵做拖曳 好拖過來 好我先創建一個對不對 我這邊先按確定 那它會創建一個叫標注文字 歸位的齁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把它做編輯啊 我這邊先把它 聚集語法呢 把它複製起來 那聚集語法我會放在論壇 讓大家做下載 好先複製語法 好這邊選擇右鍵 性值 將我們的指令字串呢 這個地方呢 Ctrl鍵加V做貼上 那這邊就可以去 Key你要的文字 例如說我是 呃 標注固定文字 這邊 固定 文字 那值呢 我現在只是用100 你可以在秒數這邊寫100 OK嗎 確定 好 那這邊停留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標注固定文字是100 所以 點選的時候呢 就可以 做啟用 做使用對不對 100 100 可以嗎 就是使用CUI去創建指令呢 再把它拖一過來 我創建的這一顆跟這一顆 OK LT2024版本的正式支持LISP程式 我們可以透過APPLOAD去掛入我們的程式 那目前程式呢 僅支援一些基礎的LISP程式語法 好 我們待會來做一下展示 那這個消息呢 對於LT的用戶呢 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你有機會你可以 使用 2024呢 去下載 論壇的程式呢 看看能不能做使用 好 那很開心啊 我們論壇有分享這個標示線 標示聚合線 跟標示線 級聚合線的這個工具呢 早期有在論壇做分享 好 那現在專屬幣呢 也可以自由前往論壇做下載 我們展示一下怎麼做掛入啊 你可以使用AEP這個指令 現在LT版本已經支援了喔 它要開啟我們的 載入提依應用程式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程式 直接做載入就可以做使用了 如果說這個程式指令呢 你希望說在啟動我們的 AEPLT版本的時候呢 就變成正式指令 你必須把它加入到啟動套件 選擇內容呢 再來一次喔 選擇加入 再把你剛剛的程式呢 把它加入進去 開啟 開啟 關閉 那下一次 開啟新的檔案呢 就可以生效了 好我們來展示一下 標示線 點它對不對 然後選擇線 這是線的物件 級合線選不到 它只會選到線 選到線之後呢 Enter 就會直接做標註 好再一次 那聚合線呢 選它做標註 好 那它可以套用我們剛剛的一些觀念 第一 標註形式管理員對不對 選擇修改 然後我想要幫它加單位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字尾呢 C M 確定 關閉 同步做更新對不對 是不是很方便 我其實這個也是標註啦 好 那我現在又開發一個新的工具 標示線 級級合線 一起做標註 選它之後呢 全選 OK Enter 一起完成 好 那如果你還有一些 你想要做設定的話 你可以後續呢 再多個 DIM EDIT B呢 還是可以做一些 編輯 看你想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像我想要在前面呢 加我想要的一些代碼 你也可以這樣做 例如說 A 等於 對不對 然後呢再選選 你只有局部要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B的話呢 你就可以這樣做 再一次 前面呢 B等於 OK 所以剛剛我們的標註形式管理員 是整體幫我們加CM 如果你有前碼要做加入的動作呢 你可以再透過DIM EDIT的標註編輯的方式呢 去做加入 好 以上呢 是我們的 標註固定文字的敲感教學 內行我們上一篇的 標註編輯的一些機密教學 好 整個完整的教學 讓大家可以 套用在工作中 讓幫助我們的工作更有效率 好 那如果你覺得影片 對你有幫助呢 請你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好 我是蘋果爸 我們就下回的分享再見 掰掰 我們아서啦 我們的 Bu等 кож好 一érer 最好 一個